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先说明一下什么是高维的正态分布 在我们刚才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里面 其实正态分布或者说它的概率密度 只有一个函数值或者是一个随机变量 那么它会等于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比如说简单一点的就是E的-2分之X平方 那这种形式其实X是属于R的 但是如果我们这时候是一种联合的密度分布 比如说又有X又有Y 那么相应的 如果X和Y它是互相独立的 那么我们可以写成X和Y两个概率密度的一个层级 但假想X和Y同时满足E为的正态分布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的拼凑出一种形式 E除以更好2πE的-X平方除以2在乘上 E除以更好2πE的-Y的平方除以2 对吗 就是如果我们是二维的一个联合分布 其中XY又独立 而它们分别又是正态分布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形式 那从头看到尾 我们就会说 其实如果我们把XY当作是一个向量的话 那左边其实是一个 关于多个随机变量 所组成的一个随机向量的一个密度分布 OK 其实就是二元的分布 但如果是三个就是三元 三元的联合密度分布 那右边这个函数呢 也是一个跟R相关的一个函数 OK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 那这是在X和Y独立的情况下 如果它们不独立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上面这个式子一样 把一个正态分布 把一个面向于向量的 看起来像正态分布的形式 变成一个真实的 由向量所直接决定的正态分布 并且这时候 这几个向量之间可能就会有联系 这向量之间的分量 可能就没有独立性 但我们也希望能把它整合成这个体系 那这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一个内容 OK 好 那这是整体的一个思路 我们不如来先试一次看 如果XY是关联的话 那么这时候会出现什么结果 它还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形式吗 不一定 因为如果XY关联起来 那么XY之间的相关系数 或者说斜方差 就一定会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表达式里面 我们需要找准它整体的一个函数式 OK 那为了找准它 我们首先先复习一下几个重要的定义 方差 斜方差 因为这时候我们需要处理多个随机变量同时存在的情形 而且这随机变量还组成了一个随机向量 有一点挑战 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方差和斜方差 那方差大家都非常熟悉 有好多种不同的定义 比如说我们刚才用到的X减去X的平均值 它的平方乘上自己的概率密度 在全空间的积分 那这是它的方差Sigma平方 其实你也可以写成一种用平均值表示的形式 因为任何的东西乘上概率密度就积分 你可以认为它是这样子求期望的一个符号 那么求期望里面求的是什么的期望呢 其实是X减去μ μ就是X平均值的平方的期望 OK 所以这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先求自己X的期望 再求X减去期望值平方整体的期望 这个一个概念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想 如果是有两个随机变量在里面 我们就可以类似的定义出斜方差的概念 那斜方差就不再是X减去EX的一个期望 的平方求期望 而应该是我们定义成XY的斜方差 它等于X减去X期望的值乘上Y减去Y的期望整体的层级 那么斜方差在概率统计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表示如果斜方差等于0 那么两个随机变量其实是独立的 如果不为0 那他们就有相关性 那相关性的真实例子也很多 比如说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就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是中国股市和南美洲的天气情况 那就没有相关性 OK 它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那有了斜方差和方差 我们相应的就能定义相关系数 Raw 相关系数Raw 我们是这样定义的 两个随机变量 XY 它相关系数 是等于斜方差 除以各自的标准差 也就是SigmaX和SigmaY 好 那这是一些标准的定义 有了这些定义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如何的 把我们刚才 看起来独立的两个 正态分布 写成一种更加有机的一个形式 OK 相当于是把独立性抛弃 把相关性给考虑进来 二维正态分布的标准写法 其实是这样的 P XY 等于 1除以2π Sigma1 Sigma2 乘上 根号1-Rho的平方 然后 1的多少次方 但是这时候 因为后面太长 我们写成 1xp这样的一个形式 其中 指数里面内容是 1 负的1除以 2倍的1-Rho的平方 乘上 乘上 x减去 μx的平方 除以Sigmax平方 减去 2倍的 不好意思 还要再放大一点 减去2倍的 Rho X减去 μx 除上 Sigmax 再乘上 Y减去 μy 除上 Sigmay 再加上 Y减去μ μy 除以Sigma 外方 整体是 这样的一个形式 大家可能会觉得 有一点 混乱 其实一点都不混乱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想象一下 它只不过是在 独立的 XY的基础之上 做一个修改 对于独立的 XY的情况 我们能够分别写出 它们的正态分布 对不对 1除以 更好2π 然后Sigmax 1就是XY Sigmax 然后E的 负 X-μx 平方 除以 2倍的 Sigmax 对不对 这是独立的情形 PX 那这是 一个普通的正态分布 然后Y的话 我们也可以独立的 写出来 当整个X和Y 是无关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 它们联合分布 无非是这两个的层级 所以大家会发现 如果它们两个 独立的话 这时候相关系数 rho 等于0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它们两个的系数 1除以更好2π 会相乘 直接会变成 1除以2π 然后 各自的标准差 是流传在里面 然后呢 指数的部分 X-μ的平方 数上两倍Sigma 也表现在这里 这个2在这里 OK 然后有一个负号 那这个的话 其实是原样保留 只不过 rho等于0的时候 我们 根号1除以rho平方 就等于0 同时 这边1除以rho的平方 也等于0 同时 这一整项都等于0 因为前面有乘上一个rho OK 因此呢 我们可以 认为 上面这个等式 上面这样的一个 二维的分布 有可能是正确的 有可能是我们 合理的一个 二维正态分布形式 如果考虑到 它们相关性的话 但是具体如何去 说明这件事情 其实 就是要拿 我们这样的一个 二维正态分布 反过来 去求解 首先我们 把这样的pxy 做全程的一个几分 做全程的一个几分 先是pxy dx 那它会变成独立的 y的一个几分 x是从负无穷 起到正无穷 我们要 我们要去验证 对于这个py来说 py单独的几分 会等于1 表示它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归一化 同时呢 我们要去 验证 在这种情况下 首先你知道 xy的联合分布 那么相应的 它们各自的 独立分布都能够求解 就像这边得到的是 y的独立分布 有了它们各自的 独立分布 你是能够分别 求出 sigma x平方 也就是x的方差 然后sigma y的方差 就是y的方差 同时呢 你也可以求出 它们的相关系 斜方差 那斜方差就是 把这样的一个 概率密度 带到 上面 求斜方差的 这样的一个 公式里面 那这边 求解 平均值 其实就是 对整个 二维的 概率密度 进行一个 二元的积分 那积完之后 你会发现 这时候 你得到的斜方差 还有这样的一个 xy的方差 恰好 能够 等于我们这边的 直接 引用的系数 也就是说 它成功的 利用这个联合分布 还原出了 sigma x sigma y 以及raw 那当然 你有了这个 sigma和 它的斜方差以后 你会 瞬间得到raw 于是 这个验证过程 就是 你拿我们的 式子 然后呢 求出 按定义 的 每一个 方差 斜方差 相关系数的值 发现 它直接就等于 我这定义 式中的方差 斜方差 还有相关系数 因此就完成了 这样的一个 验证 虽然这个形式 有一点奇怪 但是它的 正确性 是可以直接通过 验证得到